县菜种植时间是合种植县菜的季节 土、盆栽土根种植的红县菜,客户提供 县菜种植时间 四季皆宜,但有最佳时机 县菜是一种生长快速、耐热又耐旱的蔬菜 因此几乎全年都可以种植 不过,不同的季节选择适合的品种 可以让县菜生长得更好,产量也更稳定 适合种植县菜的季节 一春季,三恒县五月春季气候温和 是县菜种植的理想时机 这个季节可以选择早熟、耐寒的品种 如尖叶红米线、尖叶花红县菜 二夏季,六恒县八月夏季高温 适合种植耐热的品种 如白米线、柳叶线、红县菜 三秋季,九恒县11月秋季气候凉爽 可以继续种植县菜 冬季,在温暖的地区 冬季也可以种植县菜 但要注意防寒 影响县菜种植时间的因素 一品种,不同品种的县菜对温度的耐受性不同 选择适合当地气候的品种非常重要 二地区,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 种植时间也会有所差异 三栽培方式 鹿的栽培,大棚栽培或小拱棚栽培 种植时间也会有所调整 为什么春季是大面积种植县菜的最佳选择呢? 一气候温和 春季气候温和 有利于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 二病虫害较少 相较于夏季 春季的病虫害较少 可以减少农药的食用 三产量稳定 春季种植的县菜 生长周期短 产量稳定 县菜种植小提醒 一土壤 县菜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但以疏松肥沃的土壤为佳 二浇水 县菜洗湿润 但即积水 要保持土壤湿润 三施肥 在生长过程中 可以适当适用薄肥 促进生长 四采收 当县菜长到20到25公分高时 就可以开始采收了 县菜的种植时间相当弹性 几乎全年都可以种植 但为了获得更好的产量和品质 建议在春季气候温和的时节进行播种 县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 最后一切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在生长过程中 最后一切的时间 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在生长过程中 尽量的水平洋芽菜种子 在生长过程中 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